各位好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说说德国大选 今年9月26号 德国将进行全国大选 德国大选 貌似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对吧 因为两国之间相差那么远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毕竟德国和中国从经济方面来说 联系相当紧密 双方的进出口数量还是挺大的 然后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也比较大 中国在德国投资也不小 所以德国它的大选 间接来说对中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德国在欧盟属于经济 还是人口的第一大国 在欧洲也是经济人口第一大国 所以德国的政治走向 牵涉到中国的话 可能对欧盟还有欧洲的政治走向 有一定的影响 好 我们看到今天是最新的民调 9月1号的 一共这里有6个大的党 进入了民调 一个是社民党 基民盟 绿党 自民党 选择党 还有左派党 在这里我想说说 德国有一个5% 这百分点的一个门槛 也就是说在大选当中 如果你这个党得票率超过5% 那么你就有机会阻隔 或者是有机会进入执政的 比如说州的议会 或者是全国的议会 对吧 那这个5%你超过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席次了 按照今天的民调 9月1号 第大党将会是红色的 这个SPD社民党 得票率可能会23.6% 德国的媒体把它定性为红色 是这样 它有一定的历史 因为这个社民党 从历史来说 它是为了当时是为了工人阶级打拼的 也就是它的观点 相对来说可能会偏左一点 所以它就变成了红色 然后第二个是黑色的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个政党 它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凡是与宗教有关的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保守的 这是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那个政党 得票率22.2% 然后第三个政党就是绿党了 17.5% 在这里我想说说绿党 绿党其实这个党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可能党龄就是30多年 应该是80年代末期才出现一个政党 原来是一个非常名不经传 非常小的一个政党 一个打砸抢这种相当于 比较激进左倾的一个政党 后来越来越发展起来 变成了现在第三大党 相对来说它的发展史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这个政党 它是一个所谓的绿色政党 也就是环保的政党 所以它很多理念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激进 比较理想化 比较圣母化 比如说绿党它的政治主张 就是德国应该接受更多的难民 越多越好 我就有问题了 假如全世界有10亿人20亿人 那么多的难民 你德国怎么能够接受他们 怎么消化他们 所以德国绿党有些人 他们太理想化了 而绿党的那些选民一般来说 都是公务员 或者是年轻的学生 因为德国18岁以上就可以投票了 而18岁到20多岁的人 很多其实都是在校的 一个是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 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的阅历 没有真正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他们一切都非常理想化 把这个世界看成的非常美好 他们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那样 所以这个政党才有那么多的选民 17.5% 在德国真的是算非常多的了 就表明在德国赞同一个是这种圣母理念的人 或者是环保理念的人 其实他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我觉得可能绿党在全世界所有 相对的说有规模的国家当中 可能德国绿党 他是赞同的人数最多的 我认为在德国绿党还有一些激进的政策 或者是理念 比如说他们赞同取消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 也就是目前为止 德国高速公路只要是不限速的路段 你开多快都可以 开300公里每小时都可以 而绿党就是眼中钉 因为他觉得绿党觉得你开快速的人 污染环境一点都不环保 所以一定要取消 还有在我一个其他节目当中 我就说了绿党的另外一个 就是在市区也要限速 目前来说在德国村镇 还有市区当中一般是50公里每小时 而绿党的想法就是今后限速 只能时速30 40 反正我认为是太慢了 开车的话你开了30公里 好像走路一样非常不耐烦 反正我是不耐烦 所以我是不赞成绿党很多做法的 也就是现在我肯定不是绿党的选民 我可以跟大家说 下面一个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11.8% 自民党这个党它是属于精英阶层一个政党 它主要是代表了资本家 还有有钱的阶级利益的政党 下面就是选择党了 选择党德国的政治人物 还有德国的媒体把它定性为右翼的 或是极右的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它的得票率 或是它的选民一般来说比较稳定 一般都是11%到12%左右 这些年来都差不多 就表明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下面一个是德国的左派党 左派党它的历史其实是德国东德 就统一之前的东德社会主义德国 他的共产党的名称 后来统一之后就改名为左派党了 就这机会我来说说德国各个党派 对中国政策 目前为止已知的 社民党 基民盟 他们这两个党对中国的政策 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健 务实 理性 我觉得两个党的中国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比如说目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就是只有黑色的基民盟的 他的中国政策就比较务实 比较稳健 也比较理性 对吧 社民的候选人也发表了一些 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他也认为对中国要采取交流 对话 互动为主 因为通过对话 通过交往 你才能够了解对方的想法 这样能够更好的达成一些共识 但是在某些议题上面 因为意识形态原因 可能会对中国采取相对的说 有些强硬的措施 黑色基民盟他的总理候选人拉舍德 其实他是延续默克尔的路线的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两个党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可期 可以预见 从我的观点来说 德国这6个党能够进入国会 有机会执政的 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政党 我相信就是绿党了 绿党他的总理候选人 他公开发表了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对中国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这位候选人他专门提到了 新疆所谓种族灭绝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德国以及欧盟 或者西方世界 一定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强迫中国人把他的政策把它改过来 绿党的第二个政策 就是把华为全部排除在 德国5G建设之外 光是这两点对中国就充满满满的敌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说 绿党不仅是对中国的政策非常充满敌意 同时我认为对德国的政治经济 所有的方面我认为都没有好处 所以我是不会选绿党的 好 刚才说了绿党对中国敌意特别深 自民党目前为止自民党没有发表 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我推断毕竟中国德国之间 两国之间它的经济联系特别紧密 而这个政党又是代表资本家 还有有钱精英阶层的 所以为了这个票子 我相信自民党如果他能够执政 对中国政策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至少我认为那是相对来说比较务实 主要以做生意与交往为主 而不会像绿党那样 绝对不会 我们现在看到蓝色这个是选择的 德国政治人物 还有德国的媒体 把它定性为右翼的一个政党 或者是极右的 但是目前为止 在德国没有任何关于党 关于中国政策的报道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党它到底对中国如何定位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党跟中国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厉害冲突 我觉得也不会特别的 仇中反中到哪里去 至少我觉得不会像绿党那样 接下来就是左派党了 左派党它的前身是东德 就是德国统一之前 东部的民主德国 社会主义德国 它的党叫共产党 后来统一之后就改名为左派党了 也就是它有共产党的基因在里面 虽然它没有特别明确的中国政策 但是我可以推断 所有这德国六个政党当中 可能它的政策或者是它的倾向 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最友好的一个政党 我认为 但是基于现在大的意识形的 还有政治正确 这个政党当然不可能 每一样事情都跟中国是站在一边的 不可能 我总结一下 德国这六个党 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啊 除了绿党之外 其他这些党 我觉得对中国的政策 都不会特别的敌视 刚才我们说了 德国各个政党对中国的政策 还有它的可能的得票率 怎么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是 德国各个党派它的倾向的 就是它是左派还是右派的 它是激进的还是民粹的呢 我们看看 比如说左派这个党 它肯定是左派的 肯定 对 它的名字就这样了 然后它是相对的说比较激进的 还有绿党 它是左派 但是没有那么激进 稍微偏中立一点 然后就是社民党 它是一个偏左的党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中立 比较理性 还有真正的中立的党 在德国没有 就没有任何政治偏向 因为每个党派 它都有一定的偏向性 有一定的意识形态 所以真正的中立没有 刚才看到了有个自民党 对吧 自民党它是代表资产阶级 或是精英阶层的 所以它偏右 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理性 所以在中间这里 还有基民盟 它是偏右 它稍微多一些民粹 要比自民党多一些民粹 然后就是选择党了 选择党它是右倾的 右翼的一个政党 它应该从这个图的定位来看 它是民粹主义特别严重 比如说外国人来德国 就是抢工作位置了这种 有点像特朗普那种 它就是属于民粹的比较多 这就是德国各个政党 它自己的定位 或者是媒体给它的定位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就是2021年和4年前德国大选 它的得票率 各个政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非常有趣 比如说德国SPD 红色社会民主党 它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 它可能要比上次会多3.1%的选票 然后最惨的就是黑色基督教民主联盟 就是默克总理所在这个政党 它可能会大跌10%甚至更多 然后绿党它得票率特别高 这里有比较多的因素 一个就是这几年自然灾害特别多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因为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 我们的气候出了问题 所以这环保政党 你看很多人就选择 就这个原因 另外可能阿富汗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西方溃败之后 比如说这个绿党就是呼吁要和平的 环保的 所以它得到这种持这个理念的德国比较多 所以它你看很可能 它得票率要比上次大增9.1% 还有FDP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自民党 还有德国的选择党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比原来少了1.7% 下降比较多的是左派党 因为它一直没有 目前来说没有执政的机会 在德国国会里面没有执政的机会 很多理念它推不出去 另外它相对来说 可能它的选民有不少是左倾 而且比较激进的一种左倾 所以能够得到德国人理解的越来越少 这也是它你看往下掉的原因 而且它本来它得票率不是特别高 所以你看下降2.6% 就相当于下降30%左右了 是非常明显的了 我们现在看到是德国社民党 也就是代表供应阶级利益的政党 这从1980年到2017年37年来 它的得票率的变化 1980年的时候 高达42.9%的德国选民 去投票了给这个党 然后就一直下降到1990年 德国统一的时候只有33.5% 到了1998年 德国前总理施洛德执政的时候 又升到了40.9% 当时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了 这些一直一直在往下降 甚至降到23% 在2009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甚至降到20.5%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7年的变化 它连原来一半的选票都不到了 非常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德国 基民盟就是相对来说保守的政党 就是默克尔总理所在热证的 37年来 从1980年到2017年 它得票率的变化 原来也是很高的 44.5% 甚至48.8% 在1983年的时候 到2013年的时候 41.5 2017年大跌到32.9% 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政党 保守政党这些年来 总体来说也是下降的趋势 对吧 下降最厉害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下降一半还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德国绿党 从1990年到2017年 它的变化情况 它的成长 可以看到90年的时候 它第一次跨过了5%的门槛 我在前面说过了 你这个政党在选举的时候 要至少达到5%的选票 你才能够在议会当中得到席次 好 这年它成功的进入了德国的国会 5.1% 从这曲线可以看到 这个政党总体来说是向上的 也就是说这个政党一直在成长 你看4年前8.9% 而今天9月1号的民调显示 它可能会有17.5%的选民会选它 你看17.5%和8.9%比起来 是个非常大的略升 差不多翻了一倍 非常厉害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花花绿绿的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德国各个党派 组阁的情况 在国会里面 你要席次过半 才算组阁成功 而目前德国各个政党没有特别大的政党了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单独执政 甚至两个党单独执政都有困难 目前看来可能三个党执政 联合执政是比较可行的方案 所以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组合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前面看了 每个政党可能它有一个颜色分配给它 对吧 我们看了第一种最舒服执政的 也就是它的席次最多的这种组合 就是黑的 红的 绿的 黑的就是目前德国总理默克所在阵党 就是趋保守的 再加上社会民主党 然后再加上绿党 他们加起来已经大大超过了50%的席次 所以执政会非常舒服 因为是这样啊 在德国在国会里面 你通过什么法案 一般来说是简单多数 也就是说你超过50%的 在国会的议员 他投了你这个法案的票 那就通过了 否则就通不过 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黑的 红的 黄的 这黄的就是自民党 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第三种组合就是红绿灯的组合 它是代表公民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 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民党 还有加上环保的政党绿党一起 其实每个政党它组合的时候 都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比如说我让一点你也让一点 然后大家达成一个协议 最后组合成功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里是代表公民阶级的 然后这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 表面上看它是很矛盾的一个结合体对吧 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合同 就是他们党派到时组合一个合同 大家在这个框架之内 到时去执政就可以了 还有下面第四种就是亚马尔加 也是三个党派 还有最后就是红色绿色 其实紫色它的党性是红色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紫色是德国左党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德国 东德的共产党 然后左边这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它也是偏左一些的 紫色只有德国的左党是非常左的 也就是如果是组阁成功 那这个政府相对来说就比较左了 因为绿党也是偏左的 也就是说这个组合 其实政府是最左的 在所有的情况看起来 好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再看看这四种组合 目前来说是比较可能的 从这四个组阁的情况来看 有三个都是绿党参与执政的 在这里我想修正一点 因为我刚才说的有点错误 或者不太严谨 因为按照今天民调的统计 应该有五种组阁的可能性 我们看有五个打勾就知道了 一二三四五它都是席次过半的 好 其中有四种绿党是可以参与执政的 一二三四对吧 比我刚才前面说的多了一种可能性 另外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在各个党派的颜色当中 有个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在国会里面 本次大选它的席次 我可以这样来预测 就是可能今后德国政治走向 假如绿党参与执政的话 对中国政策肯定要比现在更加强硬 即使他们这些 他的总理不是绿党的人 但是可能是德国联合政府会被绿党绑架 不得不对中国强硬 因为按照德国阻隔的情况是这样 可以预见像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德国会出现一位绿党的外交部长 加上一个绿党的副总理 按照德国的习惯 在内阁里面 得票率第二高的政党 他会推选他的候选人出来 当德国的外交部长 以及当德国的副总理 副总理就仅次于德国总理的 还有外交部长在德国的 他的话语权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绿党参与执政 很可能今后德国的政治走向 对中国来说可能敌意要比现在要高 因为德国总理候选人他已经放话了 一个是对中国一定要更加强硬 另外一个要把华为扫出德国 就是这样 好 这就是我刚才介绍德国大选的情况 以及德国大选的趋势 以及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